而歐美股市表現好 同時也繼續激勵了台股的 正所稅慶祝行情 今天是再度跳空上漲 目前上漲超過了80點 即將挑戰7900點的關卡 歐美股市反彈激勵台股的 正所稅修正案慶祝行情 27號持續上演 收服7800點關卡 最高上漲近百點 美國股市呢 昨天持續性的做反彈 而且昨天是大漲的 超過100點以上 還有包括其實陸股呢 今天開盤狀況看起來不錯 以上正值度來講的話 目前上漲都超過0.4%以上 主要是因為國際股市的一個帶動 使得台北股市持續性的做反彈 類股方面 清車類股表現亮眼 漲幅超過4% 各股方面包括聯電連勇都漲停 台積電日月光漲幅超過2% 都是強勢指標 至於26號召開股東會的鴻海 雖然董事長郭台銘 為了股價下跌而舉功道歉 但27號股價並沒有太好的表現 僅在平盤附近震盪 鴻海今天的一個走法 是有點開高走低 不過目前還是在平盤以上 鴻海他認為下半年的狀況會不錯 目前面臨的是一個月線的反壓 那月線反壓如果有過的話 應該對他未來後市會比較好一點 台股雖有症索稅修正案 通過的利多消息護身 但仍然受到國際股市連動 分析師表示 近期還是得多觀察 中國大陸的錢荒問題 如果中國央行釋放資金流動 對全球股市都有很大的幫助 UDN TV 羅正輝 陳希文 新北市報導